眼前这个说话无比狂妄的老僧 正是天纵奇才连升三十二 看着被饕铁追逐的宁缺 最终还是难逃未遇 趁着宁缺被饕铁按住摩擦之急 连升驱动起地上的铁链 又将夜红鱼再次行驻 准备将它吸尽榨干之石 不料此刻夜红鱼从致命跺进洞穴 靠着跺进时爆发出的强大攻击 才使得二人脱离了连升控制 这是宁缺看着大殿中科浩然留下的剑痕 心有所悟进入冥想开始领悟浩然剑法 关键时刻 墨珊珊看着宁缺进入冥想之中 为了给宁缺争取时间 开始凝聚福利 大殿中支离破碎的白骨与碎石 在受到墨珊珊的福利牵引下 形成了一座她刚领悟的快蕾大阵 不等连升说完 墨珊珊便开始发动进攻 无奈快蕾大阵这种横顿天地的强大阵法 也极其消耗念力 也只能阻挡住连升片刻 危急关头 宁缺竟然悟出了浩然剑意 继承了科浩然的一波 连升看着宁缺成了科浩然的传人 眼中露出了一丝恐惧 立即幻化出无数分身 来抵挡这股让她感到恐惧的剑意 而此时此刻 连升也是清净了所有念力 也是她在争取最后的命迹 而即将枯竭的连升 看着宁缺用最强一击斩向 自己最后的分身时 已然是无法闪躲 就在连升大师生命最后的弥留之际 望着这座繁荣大阵 想着自己还是败给科浩然 也又败给了她的传人 煞世间有了洞彻的迷雾 我既然到了 既然只能在山中 那有何命之处 真心就很败 你还是坦率 连升大师说完 宁缺感觉脑中翁的一声 望着此刻连升大师 精灵平静的目光 感觉有很多事物意识 传到了她的尸海中 随后连升大师 就消散在了这座大殿之中 事后宁缺为叶红鱼 处理完咬伤 二人从此开始 也成了一敌一友的关系 然后宁缺靠着连升 记忆残存找到了山门出口 起料刚出山门 来抢天书的强者一枪袭来 防御无敌的大黑伞迅速撑开 虽然抵挡住了致命一击 却被震飞 来人身法无比迅捷诡异 请客间便将众人制服 直到宁缺腰间铁盒被夺走 才探清楚来人正是大将军夏侯 宁缺当即认出 他正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怒气充满抽刀杀向夏侯 动玄境的一个小菜鸟 岂能抵挡五道巅峰的强者 眼看夏侯长枪直奔面门而来 生死关头 一道神秘强大的力量 遏止了这把无尽杀意的长枪 此时宁缺身后出现一名 身穿破奥的书生 夏侯看到来人正是书院大先生李漫漫 当即拾去离开 本以为抢到的铁盒装有天书 不料竟是连生大师的骨灰 回到住所宁缺心中很是疑惑 名字卷天书不在魔宗山门 究竟藏到何处 李漫漫文言微微一笑 从腰间取出一本书地给宁缺 宁缺当即打开才知道 这正是人人抢夺的天书